BMI這個部分的練習 把它丟到哪裡呢?丟到我們的Jungle 這個部分的程式是我們上學期寫的 基本上大家直接執行 它會直接秀在下方的Console裡面 當然用Printer把它Printer出去 不過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我如果希望可以把它放在Jungle裡面 可以正確執行 無誤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剛剛一樣 我一樣會有W,一樣會有H 所以我們第一步各位可以想到 如果我今天直接拿原來的專案好了 我就不再重新建一個專案 不過比較好的方案應該是 另外你再建一個所謂的BMI的Project 不過如果我不改Project 我是直接這邊修改的話 第一個當然你要想到Views Views裡面的話 我先Define一個什麼呢? 如果要傳遞兩個因素 那方法一的話呢? 也許就是BMI好了 只要是BMI 它一樣是Request 然後傳遞兩個因素 那有方法一、方法二 也許我們也是照兩個方法 第一個 Request 第一個 那我後面的話呢? 就變成什麼? 你可以先建好之後 再來的話呢? 你可以拿... 因為這程式啦 如果可以自己重達 如果不行的話 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 我們要修改好了 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貼上 第二個的話請注意一下 它的縮排位置 因為貼上之後 它都會跟它同... 這邊按Enter一下 這邊底下的話 記得選舉按Tab 讓它的程式 一定都是在下一階 那個階層 對那個... 這個... Python 非常... 它非常可以有這個縮排 縮排如果縮排錯誤的話 那也會發生錯誤 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傳遞引述的話 接下來的話 W跟H 也許把W跟H這邊註解一下 註解的話就是Ctrl加斜線 它就會自動把這兩行註解掉 但是我要怎麼樣把資料抓過來呢? 也許我們可以想到 就跟剛剛一樣 用GET 比如說呢 這邊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 剛剛有同學試了一下 GET不能用小寫 把這一行拿過來 那假如說呢 我將來 要GET的話呢 是什麼? GET一個... 乾脆叫W好了 W丟給W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 H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把它貼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H 用W跟H好了 把剛剛的A跟B 改成W跟H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它丟過來之後 我把它做計算之後 再來的話 Printer Printer 特別注意 一樣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所以 我們最後一樣是Return 把最後的東西Return 到Return的地方 把它Return 那Return什麼東西呢? 我們之前是Return一個C 那這邊是一個Printer 所以我上面有講過 我們可以把 串接的部分 乾脆把這邊改成 用S好了 用一個變數 最後這邊呢 再用把那個S給輸出 所以這邊的話 也許 比較快的做法 你可以Ctrl加F Ctrl F 是尋找跟取代 取代成什麼? 取代一個S的變數 S等於 然後把它取代一下 這個取代 下一個 那你可以全部取代了 不過我怕有些地方 不應該取代 也把它取代了 好 那Close掉之後 這個也把它拿掉 也就是說 判斷完之後 再一次的 就把它做什麼呢? 做輸出這個S 你想說 老師 那我不能把這個Return 放在這個 就是Return HTTP 把它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Printer 也可以啊 可是你會發現 相對的 到處都是Return 看起來不舒服 乾脆寫在下面 感覺好像會比較清爽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會這樣寫 就程式看起來越清爽越好 你不要寫一堆 看起來很複雜 就會覺得 以那個 我看程式的標準 會覺得 這看起來真的 不是很精簡 越精簡越好 OK 好 那寫完之後的話 程式應該第一步 View 就搞定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寫什麼 第一步 是Define 然後把它Get 所以會到時候會有W跟H 其他就是把Printer改成S Printer出去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話 就是再增加一個什麼 BMI 的UI 所以 再來可以利用什麼 剛剛這個 ADD這個有沒有 有兩個參數 所以我一樣 那我只要改這邊的什麼呢 這邊應該改BMI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改BMI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Views 把它點兩下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Import進來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弄這個 那Name的話呢 本來叫ADD 但是叫BMI 這個Name不要動 反正傳過來的那個引述 叫BMI OK 把它Save一下 接下來理論上應該程式都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 我們Views跟UI 做完之後的話呢 試一下看看 那我們一樣 把那個剛剛的這個專案 再去重新Run一下 Run它 Run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在那個 我們的語法裡面看一下 看看這地方 OK 把那個剛剛的127.0.0.0 然後這邊後面的話呢 加一個BMI 斜線問號一下 然後我用W等於 體重多少呢 體重80公斤 AND 第二個 H等於180 好了 OK 假如這樣80180 應該蠻標準的 Enter一下看看 理論上應該它會把這兩個東西傳過來給我 如果沒有做錯的話 理論上沒有做錯的話 應該是OK 但是如果做錯的話 它會顯示錯誤 不確定啦 一次做對的機率其實不高 錯誤的機率很蠻高的 Enter一下 OK 所以你會發現 它馬上會告訴你說 欸 你這個地方呢 有錯喔 什麼錯 它會告訴你說 TypeL 就是你的形態錯 哪個地方形態錯了呢 它跟你講說 欸 這個地方 層層 它這裡好像TypeS 這邊 層層的這個部分 層層指的是 這邊喔 等於是平方的地方 那為什麼出錯呢 欸 對 轉型啦 因為 過來的東西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自竄 那自竄它又要層層二 這個沒辦法 它不能夠自出 所以一樣 我們把這個 剛剛露在一個float 轉成 假如說我用integar 它是整數的啦 不過如果你有 有的人很care 我是 180.1 1 他也要 他一定 不能捨去小數點 那我們用float 當然如果你是整數的話 你用int 所以這邊把它刮回一下 這個也是形態問題 丟過來 丟過來 再來做平方 應該就沒有錯了 好 把它save一下 再來一樣 Type-L應該沒問題 充整 欸 過輕 可是 問題來了 那 問題是 如果你現在平雨過輕 那可是我希望怎麼 看到的結果是 BMI多少 換行 平雨 平雨是什麼 不是只有這麼簡單喔 我如果希望看到的結果 長的就會是像 這樣子 底下這邊喔 OK 長這樣 不是只有過輕喔 這個地方 所以問題來了 要怎麼剛好串 所以這裡的話 你需要什麼 把BMI的變數放這裡 這邊的話要換行 還記得吧 這拖曳資源裡面 enter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做完之後的話 並且看能不能改成 類似長這樣子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 請各位 請見 請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